在美国摄取媒体拒布脸书下架澳洲媒体新闻连结将近一周之后 澳洲政府和脸书达成协议 澳洲财政部长弗莱登伯格23号在记者会上表示 未来几天澳洲媒体的新闻将重新出现在脸书页面 脸书也将与澳洲媒体进行谈判 寻求就内容付费达成协议 同时澳洲也将调整相关的法案条文 上周三澳洲国贵众议院通过新闻媒体议价法案 要求脸书及Google必须要和平台上所有分享新闻连结的媒体协商付费机制 如果双方无法达成付费协议 将由政府指定的仲裁小组订定费率 对此脸书直接杠上澳洲政府 隔天就将脸书平台上的澳洲媒体新闻连结全部下架 澳洲财政部发出声明 表示新闻媒体议价法案做出四项修正 其中包括修正最终要约仲裁机制 声明表示最终要约仲裁 是在无法达成商业交易的情况下的最后手段 并要求在仲裁前的两个月内进行真诚的调解 路透社报道 一名脸书高阶管理人对当地媒体表示 这是脸书的分歧点之一 脸书负责新闻伙伴结盟的副总裁布朗 周二表示与澳洲政府连日协商之后 澳洲当局已经保证 脸书有权决定付费给哪些新闻伙伴 确保脸书不会被迫和在平台上呈现新闻的 媒体协商付费机制 这起事件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 包括加拿大和英国等国都在考虑类似的法案 新唐人亚特电视张智琳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们的澳洲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们的澳洲